日本女星長澤正美最近苦練中文做甚麼呢? 原來她打算接拍台劇《流氓蛋糕店》 下個月開始她就去台灣 跟男主角男正龍展開4個月的拍攝工作 家瑩今次她說希望可以用純正的原音 不用配音來演出整套電視劇 這樣就收得很貴? 不是啊 原本長澤正美拍劇有20萬港元一集 今次來台灣 索性減酬奴減到9萬元一集 打個半價再九折 台灣方面當然非常開心 就連男正龍都說很期待今次的演出 但日本方面一些坊間輿論就說 長澤正美近年在電影甚至電視劇上 都沒有以往那麼受歡迎 就算最近播出的一套單元劇 她濕身露底也好 只有8.9%收視 難怪她想開拓一下海外市場賺人氣回來